自己有业障了有罪业了不要去想它 因为你想一遍等于又造一遍 想两遍就又造两遍 唯恐业障还不够多 这个这是愚痴啊 真正就是从此以后我所有的一些故事 不想想阿弥陀佛 从今天起我改想阿弥陀佛 业障就消除掉了 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真正是要出业障 而今而后啊 什么网络都没有了 这样你这一句佛号的功夫 才有力量扶住烦恼 到最后把烦恼断掉 福明投入善行 善行不得不已 真正回到异性 异性就是恢复到心底清净 忘念自然就少了 忘念少了 就是自己功夫得力 自己念佛功夫进度 从这个地方很明显的 就查到我功夫有没有进步 那么念经也是如此 目的也无非是把这些 妄想分别执着给念掉 有的人开始念佛 忘念很多 改念经 就比较好一点 这也是个办法 念经不必求解义 不求解义也求念经 换一句话 通通是为达到一心不乱的这个目标 念经念佛都是手段 都是方法